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便是遇见了心动的男人 也不会直接说出来 而会选择散发出一些信号 让男人主动来追求自己 所以身为男人 如果不能够明白对方的心意 很容易就会错失机会 与幸福擦肩而过 爱一个人是有时机的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还需要明白对方的心思 看清对方发出的信号 再决定该进该退 其实女人有意和你发展关系 会散发出这些信号 一定要明白 一 目光锁定你 那是新的归属 看到过一句很浪漫的话 我的眼睛在一点一点变小 起初我能看到太阳 后来变成了星星 如今我的眼里只容得下小小的你 的确 真正爱一个人 眼神是藏不住的 浓烈的爱意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他的目光会情不自禁地锁定你 时时刻刻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 你在哪儿 他的目光就在哪儿 因为爱 你可以感受到他看向你时 眼里充满了爱意和深情 目光里的锁定和溢出来的深情 其实就是他对你动情的最好劝识 他有意和你发展关系 所以自然也不会避讳 看向你时的眼神 总是含情默默地看着你 眼神暧昧 饱含深情 目光总是锁定你 那是新的归属 更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最直接的信号 二 言语中充满柔情 那是新的融化 每个女人都有温柔的一面 只是遇到了爱的人才能发挥出来 或许她平时戴得咧咧 粗里粗起 但只要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就会变得柔情似水 忍不住对你撒娇 忍不住对你体贴入微 爱一个人总想把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对方 跟你在一起时 她动作温柔 言语中充满柔情 温生细语 对你全部都是关心 她的柔情似水不是刻意 而是本能展示出来的一面 只对自己喜欢的人 她有意和你发展关系 骨子里的柔情 是从心地流淌出来的 想对你撒娇 想得到你的疼爱 目光总是锁定你 那是新的融化 更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 最明显的信号 三 身体不由自主靠近你 那是心智所向 爱一个人身体是最诚实的 面对不喜欢的人时 他会设有防备 时时刻刻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更不会主动靠近你 可如果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他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靠近 随时随地都想和你待在一起 他会经常与你见面 制造两个人相处的机会 只要是有时机 便会主动去靠近你 对于你 他会生出许多的期待 希望能够让两个人走得更近 让你能够明白 他对你的心意 他有意和你发展关系 主动靠近你 想和你拉近距离 其实是在向你表达爱意 身体不由自主地靠近你 那是心智所向 更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 最诚实的信号 在感情里 女人虽然矜持 但是也会有所表现 他若是有意和你发展关系 就会对你散发出一些信号 作为男人 一定要懂得女人散发出来的信号 明白女人的心 知道女人的情 当收到了女人 有意和你发展关系的信号 就多主动一些 才能抱得美人归 赢得美好的爱情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 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